仿一作品《回归自然》是设计师为两个80后平面设计师打造的可以办公也可以休闲的自然居所 在这个50多平米的富士空间中呢 最赞的是设计师用当下流行的植物墙来装饰楼梯旁的墙面 打造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垂直的小花园 一整面的绿植墙从一层一直延伸到二层 设计师说希望用这样的设计点燃房间的活力 让人一觉醒来可以信心满满的投入到工作中 这是一个54平方米的富士空间 如果用两句话来概括这个空间的一个特点呢 我想说让我们处处都有自然 让我们心里都有环保 因为这个作品的地点呢是在崇明岛 这个岛呢是有非常优美的环境 所以当时我们在考虑这个作品的设计的话呢 就非常希望可以把室外的自然风光引到室内来 让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更加的舒适更加的惬意 这个空间并不是很大 只有54个平方 而且它是富士的 那么当时我们拿到这个项目的图纸的时候呢 也希望把这样的一个小户型做得更加的通透 空间感更加好 而且呢它是一个80后的夫妻 住在这里做创业和生活 所以我们希望呢 在这个功能上也做一个区分 在一楼呢主要以创业空间为主 那么他们可以在这里工作 同时呢一楼也兼顾了生活的一部分空间 比如说厨房 卫浴 那二楼呢就是完全一个居住和休息 学习的一个空间 让养夫妻呢 可以在这样一个小小的空间里面 既能创业又能生活的非常的幸福和快乐 在每一个项目的设计过程中 我们都希望有一个很好的设计的创新点 而且在每一个空间呢 都有耐人寻味 值得推敲的一些亮点出来 那在这个项目里面呢 软庄上最大的一个亮点呢 就是我们使用了一整面的植物墙 这样子呢让我们一直生活在这种 钢筋水泥和大厦之间的这个现代人呢 一睁眼就可以看到一大片的绿色 这样子呢能够信心满满的 去投入他第二天的工作当中 那么整面的植物墙呢 有两种做法 一种是用全针的这样的一个植物 一种呢是用高反针的植物来做 因为考虑到这两位业主呢 它是刚刚创业的一对夫妻 他们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来打理这样的一面植物墙 所以呢 这个空间呢 我们用的是高反针的一个植物 那它呢 有一个好处就是 打理更加的方便 而且呢 不产生这种蚊虫 做到继美观 但是呢 又不需要花太多的心思来打理 我们在这个书柜上呢 也做了一些突破 我们把一些空间规划出来 放植物 放一些小的艺术品 这样子呢 让整个书柜呢 更加能够透出这样的一种生机 让我们的业主呢 在这样的一个室内工作的时候呢 更加的愉悦 更加的愉快 这样子呢 工作起来 可能他们的创意的点子 会更加的爆发出来 在选择家具和饰品的时候呢 充分的考虑了业主的一个专业方向 和创业方向 那么由于他们两个人呢 是做平面设计的 那么我们在选择一张办公桌的时候呢 第一个是考虑他们两个人 两面是可以同时使用的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它的趣味性了 就是几个彩笔的一个造型 来做一个桌子的角 那这样子出来的一个家具呢 是显得非常的有趣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到二楼的一个空间 那么二楼我们刚才说到了 它是一个休息学习和休闲的空间 那么在整个床品的一个设计上 我们尽量使用的是一个绿色的一个搭巾 加上一个大地色的一个地毯 那这样子呢 也让人宽如就是生活在一个自然的一个空间里面 包括在这个床靠背上面 我们用了一幅挂件 这幅挂件呢 也很有特色 它完全呢 就是用原木手工的一个制作 挂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呢 这样子呢 让整个空间 不管是从色彩还是材质上 都能够完美地去打造一个自然清新的空间 让我们的业主呢 可以每天精神充沛地投入到 第二天的一个工作和生活当中 软妆呢 其实相对于整个空间来说 它是一个画龙点睛的一笔 而且呢 软妆它解决的是精神层面的一个问题 它更多的能体现业主的一些修养 性格 品味 以及对生活方式的一种追求 这个空间的设计方向上呢 我们一直贴紧这个环保 和自然这样的一个主题来走 我们画画的内容 大多数使用了一些动物的一个图片 同时呢 我们在一些小饰品上呢 也进了一些白色的一些动物 造型呢 很抽象 很有趣 让整个空间更加的生机盎然 那么在一些小饰品上呢 我们也尽量的使用这种二次使用环保的一个材料 比如我们用了一些旧的纸箱 做了一些小动物 或者小花瓶 小球 摆放在这个空间当中 插上一点小花 非常的有生活的气息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在使用这些材质的时候 也不会对自然造成一种伤害 所以呢 希望这种小小的环保概念呢 可以给我们身边的这个朋友 包括我们的业主呢 有一些对自然美好的一些想往 然后也尽住我们自己一份小小的责任 做设计最让我乐此不疲 而且非常享受其中的 就是每次你都可以把一个灰头土脸的空间 经过大家的一个努力 最后可以华丽的转身 变成一个业主很享受 很赞美 而且很有价值的一个空间 这时候是我们最大的成就感 那么每天都在跟美的事物打交道 我相信我们的心灵 我们的人也会变得更美 回归自然的这样的一种风格的设计呢 我想是一个永恒的一个主题 不但是现在 而且是未来 大家都会喜欢的这样的一种风格 在这个房子里面呢 就是说设计师的这个设计表达 还是非常的成熟的 我们可以看到绿色的植物墙啊 书架上也有很多这种绿色的植物 包括桌面上的这样的一些 绿色植物的这样的一些摆件 都能够体现到这样的一个主题 还有一点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就是设计师用了很多的这样的环保的材料 来做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器皿 包括像花盆啊 通过设计师这样一个巧妙的一个处理 在我们这个空间当中 还是非常的契合 它给人的感觉呢 不是一个材料的突兀 它是一个很自然 很有美感的这样的一个 巧妙的这样的一个搭配 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 我是觉得非常的赞赏 也很值得我们学习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